有时候说,你们在念佛,他们也有在修 对啊,大家都有在修 不管坐禅啊,诵经啊,或者是怎么样修 都有在修啦 但是呢,如果没有正见的话,是没有办法断货的 没有办法断 所以要先断见货,再断失货 那么一地之修货又分为九品断之 就是说我们欲界有九品或上上品乃至下下品 一品一品断 每断一品各有无间解脱二道 比如说如果要断欲界的 欲界就是欲望嘛 一品一品断 欲望它有分很多啦 比如说我们经论里面说 就算是男女欲啊 我们从人间一直到天上 他的欲也有浅身的不同 如果一经论来说 四天王天 跟刀立天 他们呢 的欲望跟我们人间差不多 男女一定要在一起 才能够满足欲望 那么如果以经论里面说 到了断帅天以上夜魔天 夜魔天的人只要拥抱就好了 他不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如果是断帅天就牵手 牵手就好了 就像电视演的 老的 今天十五要吃菜啊 就牵手 那时候牵手就已经够了 断帅天他的欲望就这样子 那么呢 都帅天再自去就是画乐天 画乐天也不用牵手了 只要深情款款的 看着你的眼神 眼睛啊 他们感情就满足了 就这样而已 那么他画自在天呢 暂时相视一笑 就满足了 就已经是他们的欲望 那么他们欲也有浅身啊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断育的话 就要从上上品一直断到下下品啊 对不对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要像人间的啊 人间的或者是出生啊 对不对 那么就是出生到的 或人间的 四种的欲望 那么所以说每一地都有九品 如果说我们欲界的话 就有九品啊 像我们刚刚说的 对不对 一样是欲界啊 从人间到天上 他们各个不同 对不对 那么天人呢 跟人间不太一样 对不对 如果像我们刚刚说的 都在天他牵手就好了 牵手出去玩就好 牵手出去散步就可以了 那么呢 这个跟人间啊 或是其他众生 他们的欲也浅身不同 所以有九品来断 九品断 每断一品各有无间解脱二道 那他们呢 断一品都有无间道跟解脱道 无间道是正断 断以后就解脱道 即正断烦恼之会为无间道 断后相续所得之智会为解脱道 所以断这个欲界的也是一样 这样断 你断一品就一品解脱了 修货各地立有九品 意思就是说 各地就是从欲界地 出禅地、二禅地 乃至非想非非想地 每个地都有九品 换句话九九就有八十一品 所以施货有八十一品 故能对之之道 亦有九品 称为九无间九解脱 所以其他道 非想非非想天也是一样 九无间九解脱 再来九解脱 三界总共有九地 若救圣者而言 于修道位断玉界 前六品者为第二果 如果我们圣人正出果以后 他开始进入修道位 断这个贪嗔痴慢疑 那么他开始先断这个欲界的 欲界的前六品 这个叫做第二果 二果 二果就是我们说离欲界 那么他有六品 我们刚刚说欲界有九品 从上上品 上中 乃至下上下中下下 那么他先断六品 就是先断上上品 然后上中品 上下品 然后中上品 中中品 中下品 他断到这里 叫做二果 那么二果因为他没有断境 所以我们这个金刚经 不是说二果就是一来吗 还要在人间来一次 因为他还有欲望还没有断境 只是说他断了六品而已 有九品要全断才不来 那么他还有一来 就还要来呢 人间一次 那么在人间一次 然后修了以后呢 就能够断了欲界 当然啊 如果是出国了 出国的圣人 或者是俄国的圣人 他们虽然是属于欲界的话 那么他们的欲望一定是很浅 很薄的啦 很薄的 而且啊 比如说如果是在家的话 绝对呢 出国以上就是 不会协引 他一定持五戒 虽然有夫妻啊 但是他不会有 夫妻之外的 其他的欲望啊 所以他们的这个欲人 也是比较少 所以修到位断欲界 前六品是二果 二果就一来 欲界九品全断者而三果 三果就是不还 不还果啊 三果阿那含 他就不会再来欲界了 他直接到天上 无凡天 无热天 善陷天 善见天 射就近天 这个叫做 五不还天 阿那含果的人去的地方 那个是圣人的天啊 如果是 凡仲天 凡辅天 什么光阴天 扫光天 无量光天 那个是凡夫的天 那么要到 无凡无热 善陷善陷 射就近天 如果我们送 这个地藏经 就会念到这个 这个就是三果圣人去的 因为他不来了 最后呢 段上二戒七十二品 叫做第四果 上二戒还有 从初禅 有九品 二禅九品 来自飞翔飞翔 所以八九七十二 还有七十二品 那么每段此一品 或各有无间解脱二道 即正断烦恼之为无间道 就是正在断烦恼 烦恼即断而得解脱 叫做解脱道 一地地地失货有九品 互能自知到亦有九 互称为九无间 九解脱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叫做三十四星 是蛮复杂的 是蛮复杂的 那么但是我们也是要解释 因为后面还是会讲到 所以我们看书上说 我们现在看书上 五十二页 第四行 说起始以前 总明菩萨 就是说在这个三大生奇节 乃至坐到菩提树下的时候 都叫做菩萨 然后发真无肉三十四星 顿断见识其器 乃明为佛 就是说当他发这个无肉的时候 真正无肉的时候 无肉至出现的时候 三十四星就是 刚刚说三十四个刹那 八人八字断见惑 八人是无间道 正断烦恼 为什么无间呢? 因为他不被烦恼间隔 然后他下一刹那 就能够正得真理 所以叫做无间 八人就是人可 我们对正见有人可 不被这些邪见 不正见所扰乱 叫做八人 八字的话就能够正得 这个无我的正见 这个是指见惑的 那么所以呢 八字能够正得真理 这个是断见惑的 然后还有施惑叫做 九无间九解脱 八人八字叫做十六个 九无间九解脱有十八个 加起来就是三十四心 那么九无间九解脱是断施惑的 那么刚刚的解释意思就是说 做到菩提树下之前 能够从欲界的施惑 九品乃至到无所有处 空无边、四无边、无所有处 这个八地的七十二品都能够断 但是剩下还有九个 就是这个 非想非非想地的 那么非想非非想地有九品 那么正断的时候 正断烦恼就是九无间 烦恼断以呢 因为智慧正的这个真理 叫做九解脱 所以九无间九解脱 来断非想非非想天的施惑 所以叫做九无间九解脱 那加起来八人八字 九无间九解脱 就叫做这个三十四心 所以最后藏教的佛啊 坐在菩提树下 就要发起这个 一念相应会发起这个三十四种心 然后断断见失习气 见或失或的烦恼还有习气 乃明为佛 这个才叫做佛 所以叫做三十四心 而此藏教中说 菩萨于三阿申其解 求受生死求大菩提 我们藏教里面说 菩萨在三大阿申其解里面 他都一直在受生死苦 追求这个大菩提 但至专精修行六度 而见失二祸 符合不断 他只是专门在修行六度 换句话就是专门在利益众生 而自己的见失二祸 自己的见或失祸 见或我们说 身见边见 借取见 见取见邪见 然后失祸 或贪嗔吃麦鱼等等 自己努力度众生 可是自己的见失祸 扶而不断 能扶啊 能够降伏他 但是还没有办法断 以见失若断 即正身闻辟知佛地 勇入涅槃 不复能行菩萨道故 为什么藏教的人他不断呢? 因为见失祸如果断 就变成阿罗汉辟知佛了 那么他就入涅槃了 不能够再行菩萨道了 他入涅槃以后就不能行菩萨道 那么接着又说 可以虚作此说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为此教门本为界内顿更而设 正化二圣盘化菩萨 那么这个教门是为了要化导二圣的 那么正化二圣就是主要是教化二圣 凡化菩萨就是肩带的来教化菩萨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他在夏我也要做到 哪个人呢? 他在夏宵跟我一起关注 他在夏宵禾里面 他在夏宵离奥里面 那些国际上 他在夏宵离奥里面 他在夏宵离奥里面 要做一次 那天 我们来一下 我们看这个五十二页 第四行 以前总明菩萨 就是菩提树下以前 然后发真如漏三十四心 顿断见世其弃乃明为佛 所以三十四心简单说 就是说 作为在菩提树下最后的那个心念 就我们说那个一念相应会 就是那个 所以也就是说之前都是在准备 那三十四心简单说 断见或施或 就像我们刚刚说 你找到那个绳子然后 剪掉的那个刹那 剪的时候两个刹那 正在剪的时候叫做 无间道 然后呢 断了以后叫做解脱道 那么也就是说佛 坐在菩提树下 他要断烦恼的时候 找到了那个 那个关键的时候 正在断的时候就像我 就是那两个刹那 正在断的时候叫做无间道 然后你一剪 就断了 就叫做解脱道 那么三十四心 都是分无间道跟解脱道 那么也都是叫做很短的时间啦 所以顿断见识洗起 顿断就表示说 三十四个刹那而已 刚刚讲 顿时就断了 所以修了很久很久 只是都是为了准备啦 如果我们 他最后要断的时候 就是那一刹那 砍下去的时候 叫做无间道 断了就叫做解脱道 就这样 那么八人就是无间道 八字就解脱道 那么久无间久解脱也是一样 断见祸失祸 乃明为否 此藏教中说 菩萨于山阿申其节 九寿生死 求大菩提 但至专经修行六度 而见识恶获 福而不断 为什么呢 以见识若断 即正身闻 辟知佛地 永入涅槃 不复能行菩萨道 故 因为在藏教人认为说 如果我正阿罗汉果 我就不能再行菩萨道了 所以我不能入涅槃 所以不能断烦恼 何以虚作此说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为此教门 就是藏教 本为界内顿根而射 为三界内 根基比较差的人 着四相比较迷于真谛 我们前面说 他迷于空底也比较深 然后所谓四相 来解释 所以为他顿根的人来说的 正化二圣 旁化菩萨 他主要藏教是要来教化 身闻圆觉的 那么旁化菩萨 就是也有教化菩萨 叫他们发菩尼心 正化二圣者 什么叫正化二圣 敏其久在火宅 了无出益 那么佛啊 敏念啊 慈悲啊 说这个众生 二圣人啊 长久以来在火宅 三界就是火宅 啊 阿华经说 三界如火柴 啊 那么他没有出离生死之意 叫做没有出意 没有想要离开这个火宅的意识 是非权势生灭四地法门 尚不免被三界火烧 何由得解佛之智慧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出离三界的意识 所以如果不是佛 权势生灭四地法门 权势就是权巧开释 权就是呢 为食施权 因为如果依华严经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直接跟他讲菩萨道 他不会理解 所以只能全巧说 你们修二圣 所以全世 就像法华经说 这个长者呢 要去见他儿子的时候啊 这个穷子欲凭嘛 长者他儿子叫他回来除奋 二十年中淡令除奋 然后要去见他儿子的就不敢献说 他是有钱的这个长者 所以把这个美丽的衣服啊 金颖竹宝全部脱下来 换这个破衣服 去跟他见面的意思啊 这个就是形容说啊 佛把这个华严经里面的圆满报生 藏起来 不敢跟这个僧文人见面 就视线那个藏六老比丘的样子 所以就把这个美丽的七宝衣服换掉 换成这个弊恶的衣服 法华经就是形容说 在华严经用圆满报生说法的时候 二圣人他不能够理解 所以只好啊 把这个美丽的衣服啊 庄严的这个报生呢 隐藏起来啊 现一个老比丘 跟我们人一样 就觉得说啊 他跟我们一样 所以呢 全世用全巧四线 生灭四地法门 告诉他此事苦啊 逼迫相对不对 此事急啊 遭感性 此事道啊 可修相 此事灭可正相 就告诉他们啊 你要修古籍灭道 如果不是全巧叫他们来修古籍灭道 生灭四地的话 尚不免被三界火烧 五十三夜了 那么尚且如果没有告诉他们四圣地的话 尚且还没有办法免离被三界的火所燃烧 而有得解佛之智慧 他们怎么能够了解佛的智慧呢 所以意思就是 藏教是主要佛全巧 为了要度化二圣人 因为他们不能了解华严经的意思嘛 所以就讲阿含经啊 所以讲这个生灭四地 道路也愿说法 故须未说断见识祸 出分断苦 且入化神以苏习之 因为他们不能够了解佛道长远 那么佛的智慧无量 所以只能必须要跟他们说 叫他们断见识祸 就可以出分断 三界的分断生死苦 然后进入化神以苏习之 苏习就是修习 术就是放松的 舒缓的 习就是休息 书有舒缓的意思 让他们放松可以休息 那么化成就是 也是法华经说的 比如说一个导师 要教人家到那个保所 保所有无量的珍宝 无量的这个功德 那么但是因为有些人 以利不堪 到了半途就想要退 退心 觉得说保所那么远 五百游巡 所以这个导师就画一个化成 暂时搭个帐篷 然后是有个地方 让他们休息 说到了 到了 可以休息了 所以且入化成三百游巡 让他们休息 这是佛的方便 即位二圣说此法门 何得更说菩萨断获立身 既然是正位二圣 对不对 我们前面说这个仗叫正位二圣 既然是位二圣说 断见失获的法门 何得更说菩萨断获立身 那么就不用再说菩萨怎么断获 什么利益众生的 所以三起只言福祸 直至树下方乃顿发五六三十四心眼 所以就只要叫他们出三戒 没有再讲菩萨的详细内容 所以三起只言福祸 三大生起节 只说菩萨就是福祸 直到菩提树下方乃顿发五六三十四心 到了菩提树下才发五六三十四心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也是一样 就是让他们以为说 佛跟我们是差不多的 你看佛也是三十四心断见失获 只是鼓励他们说 人家菩萨是有发心的 对不对 让他们知道菩萨是有发大悲心的 那他们以为说 我如果断见失获的话 我就已经入涅槃 就不能再信菩萨道 所以当他们发起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时候 就叫他们努力的发菩提心 度众生 所以烦恼见失只能福而没有断 所以到了最后的菩提树下 才发五六三十四心 那么这个是说 为什么说 他们到了最后成佛的时候才断 是因为他是主要正化二圣 旁化菩萨 然后最后这个燃死这个是问题 前面是犬巧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显示真正的道理 其实真正道理不是这样 菩萨并不是没有断祸 然后流祸论身这样子的 其实不是这样 他说 然死见失果在 我们见失烦恼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 则二生三生上南宝齐 不迷不退 旷立三起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见失烦恼还有存在的话 我们不正见 然后又贪嗔痴存在的话 则二生三生上南宝齐 不迷不退 我们经历过两生经历过三生 还很难保证 他不会迷失 不会退道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见失烦恼没有断 不要说三大二生其解 两生三生以后恐怕就迷惑了 又退失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祖师大德叫我们求生其解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断见失祸的话 你下辈子再来的话 然后难保说不迷失不退道 那么何况经历三大二生其解 意思就是说真实的道理是这样子 如果真的不断见失祸的话 两生三生都可能会 就会迷惑掉 何况他经历三大二生其解 行菩萨道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菩萨实际上是有断祸 不是说没有断祸 那么因为对二圣人就说 他们菩萨还没有断祸 物知此说全宗之全 以为通教所迫 所以应该知道说 这个最后三十四星 最后佛的时候才断见失祸 这个是犬巧中的犬巧 以为通教所迫 我们藏教通教里面就迫住他 为什么呢 他说经亦安有毒气 看主醍醐 此之未也 有经典里面说 安有毒气就是说 我们菩萨如果具足三毒贪嗔痴的话 我们就是毒气嘛 有毒的气民怎么能够装无量的体乎这些功德呢 意思就是说菩萨如果自己没有断贪嗔痴的话 不能无我相无人相 你怎么样去累积佛的无量的功德呢 所以说菩萨不断烦恼而行菩萨道 这是方便说啦 实际上菩萨也要断烦恼 就像金刚经说 也要无我相无人相来修一切善法 或者是以无所住来行与不施啦 这样才是菩萨真的意思 那么全教这个只是方便 通教都不认可 说怎么有贪嗔痴三毒的人呢 就像毒气一样 怎么能够装无量佛的体乎妙法 怎么可能 因为心里有毒啊 法呢 也是不能够纯净啦 所以我们说 金润礼也好 主师也好 说我们学佛一定要先去除贪嗔痴 我们行修戒定慧是要洗灭贪嗔痴 如果贪嗔痴不灭 戒定慧一直学 还是赌啊 还是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我相人相 我们布施如果有我相 就会比较 十戒啊 修行也是一样 如果有我相的话 还是会烦恼的 所以有毒的器具是不能装体乎的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到最后菩提树下才来断烦恼 这是方便说 实际上要行菩萨道都是要断烦恼 这是藏教 第二个明通教菩萨 明通教菩萨有九地 第十明佛 通教有十地 前九地叫做菩萨 第十地叫做佛 哪十地呢? 下面说一干会帝 干会帝 体 因戒入如幻如化 那么通教是体空观 知道说因戒入 五因十八戒六入 都是如幻如化 五因就是色寿小形式 都是空 然后十八戒 掩饰 掩饰 眼耳鼻舌生意色身相慰出法 掩饰乃是意识戒 十八戒 六入就是六根 那么我们如果是通教的菩萨 要先知道五因十八戒 六入都是如幻如化 因戒诸入 所以我们念这个要会念 经典里面就是因戒诸入 诸入就是六入 那么这个是指五因 不要有的人 我之前听到有一个想要出家的人 他不知道听谁说 他说因戒诸入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因戒的 来跑到你身体里面进入 那这个就不是经的意思 经是讲因戒诸入 他说男生为什么会同性念 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女生的灵 跑到他身体里面去 这个跟佛法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因戒诸入 是这个意思 不能说看字 说因戒的入到我们身上去了 不是这意思 那么我们体会说五因十八戒六入 都是如幻如化 总破见爱八倒 见或爱就是失或 八种颠倒 八种颠倒就是常乐我尽的 那么颠倒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比如说不尽尽倒 那么名为说身念处 身念处也有倒 比如说观身不近 这个就是身念处 可是我们以为射身是清静 这个叫做颠倒 然后我们如果见 有颠倒叫做见倒 知见上不知道 然后呢 如果知见上知道 但是还有失或就是还有爱 还有执着 虽然我们明知道不能做 但是我们还是没办法控制 那么这个就是有失或有爱的颠倒 明知道它是不近 可是我们偏偏会执着 那么见呢是指知见上的了解 射身是不近 射内是执着 虽然不近 可是还是执着 那么我们先第一个干绘地 就是要破这个见爱八道 名为身念处 观身不近 那么身不近有两种道 一个是见的颠倒 一个是爱的颠倒 见的颠倒是不了解 它是不近的 爱的颠倒是执着 我们有时候有见颠倒 也有爱颠倒 有时候没有见颠倒 有爱颠倒 那凡夫的话两个都有 如果出国的人 他没有见颠倒 但是他还有爱颠倒 那如果到了阿罗汉他不会 所以他观身不近就是不近人 他自见是这样 行为也是这样 好,再来 受心法亦如是 受是观受是苦 我们以为是乐 就叫颠倒 观心无常 我们以为心事很常的 那么也是颠倒 观法无我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颠倒 那么这个叫做四念处 四念处 四念处 是试正都 那么每一要颠倒 那么诀始观中 晴修正勤如意更立觉到 自念处 再來正勤就是四正勤 清 或者是叫正经劲 情就是经济 りました 四正勤就是说 以参二 那么宿令断 未参二认不生 以身不参 以身上令增长 未三上令生期 主要就是断恶修善 也就是说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就叫做正寝 那么分善恶两个 以身为身 那么善呢以身就要增长 为身呢就要生起 恶呢以身就要断除 为身就不要再生起了 这个叫做是正寝 然后是如意足 是如意足叫做欲念 敬敬会 欲如意足 念如意足 敬就是精敬如意足 然后会 所以你要做笔记就比较简单 欲念敬会 会就是智慧 是如意足 然后根力决道 根就是五根 信敬念定会 五力 五力也是信力 精敬力 念力 定力 会力 跟五根一样的 信根 精敬根 念根 定根 会根 那么信力 敬力 念力 定力 会力 五根 五力 绝就是七福提分 道就是八正道分 所以这个加起来就三十七道分 所以这个加起来就三十七道分 后面如果有再讲 我们知道三十七道分 所以三十七道分就是三四二五 一七一八 三四二五就是说三个四两个五 一个七一个八 一七一八就是七福提分跟八正道分 三个四就是四念处 四正寝 四如一组 二五五根五立 所以以前的经论有说三四二五 那么一七一八 那么这个是讲三十七道平 然后第一个干会地 虽未得香氏里水 而总相智慧生力 故称干会 虽然有这个会 但是还没有得到真理的法水 而总相智慧生力 故称干会 那么它这个总相智慧还是有 第二信地 从干会增进得成暖法 乃至顶法仁法是第一法 相似得无漏性水 故言性地 第一跟第二它的差别就是 一个是干 一个是有水 没有水叫做干会 那么有水就是性地 那么水就是真理的法水 然后修暖顶忍是第一 这个也要解释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讲义 我们刚刚那个讲义的背面 这个也要解释一下 因为讲这个干会地到性地 乃至后面的这个八人地 建地 都跟我们这个讲义有关 所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讲义 讲义的背面叫七贤位 七贤位 七贤位就是刚才讲的 七贤位他说 小圣聚舍中所立 为七圣之对称 七圣就是有学无学 出国乃至阿罗汉国 何而称为有七圣 我们就不讲 为声闻入见道以前的七方便 七贤就是说七种方便 就像我们刚刚说三十四星 对不对 要断的时候 无间道解脱道就是一刹那 八人八字 就像剪刀把那个绳子剪断 也是一下子而已 对不对 就像我们在黑暗的房子里面 如果你把蜡烛点起来 那也是一刹那就光明了 可是你在那个之前 只有红种的方法 叫做方便 那么虽然对后那一刹那也是很短 三十四星而已 但是之前的都叫做方便 我们要找到那个绳子 然后用那个刀子 然后切断 那么这个也是一刹那的时间 但是之前要做很多的准备 所以未入身闻见到以前的七方便位 又叫做七家行 又叫做七贤位 第一个呢 什么叫七贤位 第一个 第一个要修五庭心位 我们的七贤叫这个呢 修五庭心观 五庭心 未修不敬 多贪众生修不敬观 多称修慈悲 然后缘起戒分别属习有五种观 顺翅对治贪 称痴三毒 以及佐我散乱等五障 什么叫做五庭心呢 就是五种停止忘心的方法 五种停止忘心的方法 如果我们修这五种的话 会停止我们的忘心 那么这忘心主要是贪嗔痴 还有我还有散乱 所以说顺翅对治贪 就是说多贪众生不敬观 对治贪就修不敬 我们贪心起来就修不敬观 来对治啦 当然我们众生出血的时候不敬观也关不起来 还是会贪 那么我们要能够修到能把心停住了 那才是叫做方便的 才有功夫啦 我们心境界起来的时候要贪的时候 我们控制不住了 那么当然一定要修到有办法停住心 那个才叫做七弦位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不敬观 但是境界来了 我们还是会贪心 停不住啦 那么这里是停得住啦 就像我们说 刹车呢 弄得打得掉 我们是弄得打不掉 弄得掉 弄得掉 或者是根本也不要想踩刹车 也没有去想要停 啊